大家好,我是Tony 我今天的Tony开讲 要介绍19世纪台湾著名的一次平补足大迁徙 如果大家有去过宜兰著名的苏澳冷泉这个景点 一定也知道附近有一个阿里史冷泉公共浴池 阿里史是平补足的社名 不过不是市居在宜兰的格马兰族 而是来自台中盆地的八载族 平补足翻射 200年前,这群平补足人 从台中盆地迁徙到格马兰 迁徙的距离以及困难度 都远远超过当年吴沙陆肯格马兰 而当年率领这群平补足人 迁徙到格马兰的领袖 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主角人物 潘贤文 潘贤文八载族 原名大鲁汉毛阁 后来取了汉人名字潘贤文 这是因为当时大清帝国对台湾的熟藩 平补足的皇民化政策 对熟藩进行汉化 鼓励台湾原住民改为汉人姓名 所以当时平补足人 就从中国百家姓里面 挑选一个喜欢的姓氏 作为自己的姓氏 而当时最多人选择的汉姓是潘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因为当时汉人称台湾的原住民为藩 生藩熟藩 本来是带有歧视性的意味 而当平补足人选择汉姓的时候 却选择姓潘 因为潘这个汉姓 里面包含了藩这个字 这样可以让平补足人提醒自己的后代子孙 不要忘了自己是平补足 这样的一个绅士背景 潘贤文原本是暗里社的头目 史书仅简单记载 他因为争夺同事一职失败 犯罪拒捕 所以决定逃往当时还不是大清帝国的格玛兰 不过令人称奇的是 当时除了八载族各社 还有其他部分平补足部落 例如道卡斯族 巴布拉族 巴布萨族 红亚族 竟然总共大约有一千人响应 愿意追随潘贤文 到天涯海角的格玛兰 其中以阿里史社的平补足人为主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愿意追随一个犯罪的人 千里迢迢 跋山涉水 还必须经过泰亚族人居住地 然后去一个没有法治 没有官府治理保障的盲框 跨外之地呢 大家如果去过台中风园旅行 造访风园市区的 葫芦敦寸 水岸花都 就可以在步道途中 看到葫芦敦寸的历史简介 清代雍正初期 当时担任安里社同事的张达金 开凿水镇 然后以割地换水的方式 向八载族平补足人取得耕地 在往后的七八十年间 汉人不断地向平补足人购买土地 最后导致许多平补足人失去土地 因而失去生计 这就是为什么潘贤文打算逃亡到格马兰时 他跟大家说 格马兰那里有非常广阔的平原 现在还是画外之地 我们可以去占领其耕作那边的土地 在那边定居下来 所以才有这么多平补足人 愿意追随潘贤文 为徒走天涯 嘉庆九年 潘贤文率领的千禧集团 从台中盆地出发 前往格马兰 详细的千禧路线史书并没有记载 那后来有人推测 大致应该是沿着现在的台山县 所谓的内山公路一路北上 抵达桃园大西的时候 再沿着陷近的北横公路 然后进入南洋平原的南端 再一路往北走 当时潘贤文率领的千人步众 如何通过泰亚人居住的地区呢 因为这千人步众 许多人都曾经担任屯钉 拥有火神枪 就是俗称的鸟枪 火力强大 他们曾经与泰亚族有过战斗经验 以及打过交道 所以应该有人熟知泰亚族语 有人力进行交涉 既然他们没有入侵占领的企图 那么泰亚族人当然也就没有必要拼死 来为难这一支 拥有强盗武装力量的拓肯集团了 潘贤文抵达宇兰之后 当时距离吾沙路肯格马兰已经八年了 当时在格马兰的汉人人数将近五万人 而潘贤文率领的步众只有一千人 不过他们各个体型壮硕 又拥有强大的火力 所以汉人也不敢跟他们正面火拼 只好妥协 分出一些土地 让潘贤文的步众拓肯 而且也可以趁机分散他们的力量 让他们的步众分散在各地拓肯 而最倒霉的当然是 市居在此地的格马兰族 他们的生存空间 又受到进一步的压缩了 而随着汉人进入格马兰拓肯的人数越来越多 族群之间的关系 自然变得越来越紧张 当时拓肯鬼马兰的汉人以张州人为主 就占了四万多人 而泉州人及广东客家人 大约只有各自数百人而已 于是泉州人客家人 就联合潘贤文与张州人对抗 不过他们却抵不过人数越来越多的张州人 后来潘贤文放弃左北西以北的根地 而以罗东为根据地 客家人也退至左水溪以南的西南地区 而落败的泉州人 也仅剩下现今圆山乡西州地区的墾地 潘贤文去世之后 阿里史籍各社的势力逐渐衰微 后来张州人就率众从巴里沙 夜渡左水溪 从罗东后方的方向展开突击 阿里史籍各社溃逃 于是张州人占领罗东 这时候全州人 广东客家人 只好向张州人求和 而张州人也同意 就允许全州人 继续在西州地区拓肯 至于客家人拓肯的地区 就是张州人觉得危险 更偏僻 更接近泰雅族居住的地区 所以客家人就仅能凭着客家的应景精神 来拓肯门荒呢 嘉庆十五年 闽测总督 方韦殿 奏请将格马兰 纳入大清帝国领土 赵准 嘉庆十七年 正式设立格马兰厅 格马兰厅设立之后 官府就发现 经过二十年来的拓肯 原本逝居于格马兰的格马兰族 生存的空间日益缩小 于是官方特别制定家流沙浦 就是所谓的原住民特别保留地 保留给格马兰族耕种 不过这些土地主要是分布在沿海地区 并非最肥沃的土壤 最肥沃的土壤 早都已经被汉人给占据了 而当年追随潘贤文 来到格马兰特肯的阿里史及各社 则被官方认为不符合格马兰原住民的身份 他们是属于流藩 所以不能获得分配加流沙浦 最后阿里史社的平补族人流落各地 现今罗东镇的成功里西安里 三兴乡的拱兆村 苏澳的苏西里 这些地方还有阿里史社的后代居住 也留下了阿里史的地名 见证着这一段历史往事 而张州人取得罗东之后 刚好接连发生瘟疫 让张州人内心感到不安 于是在罗东城王庙 奉潘贤文为罗东功德主 定其祭祀 以感念潘贤文对于罗东发展的贡献 所以现今罗东城王庙左厢房内 能供奉着潘贤文的牌位 写着罗东功德主 贤文毛格之神位 毛格就是潘贤文的原名 大鲁汉毛格 大家若有空去逛罗东夜市的时候 不妨也可以到夜市附近的罗东城王庙 中正路128号 去看看潘贤文的牌位 缅怀这一段历史往事 而如果你有机会造访 苏奥的阿里史冷泉时 在享受冷泉庆凉滋味时 或许也可以怀想一下 阿里史 这个在以来有200年历史的地名 背后反映了一段 19世纪平补族人大千禧的历史往事 我今天的通理开讲 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